警察同志,此刻我要报警,快把我那肆无忌惮的狗女婿和大逆不道的女儿统统抓走 接到报警后,警察快速地抵达现场 老太太,是您报的警吗?究竟所为何事? 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来了,赶紧把他俩拘捕起来 他们竟然妄图将我们从这套房子里驱赶出去,还扬言再不离开就直接把我们抓走 我们在这儿已经居住了整整八年之久,他们却妄图独占这套房子 您瞧瞧世上怎会有他们这样不孝的女儿和女婿,霸占了我们居住的这套房子 还嚣张跋扈地要把我们撵走,简直是天理难容 你们迟早会遭到报应,很快就会被绳之以法,送去吃牢饭,真是老天有眼啊 是啊,警察同志,赶快给他们戴上手铐脚铁,立即把他们关进牢房 想霸占我们的房子,还企图把我们赶走 他们简直桑尽天良,简直就是一对狼心狗肺的东西 警察同志,别听他们胡搅蛮缠,直接把他们抓走就行 老同志,您可不能这样说呀 在此,郑重奉劝各位,切勿干扰我们执法的公正性 还是等我们把情况详细了解清楚之后再做决定 大家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公正执法 绝对不会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 这位同志,您来谈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没错,财神爷来了,留下一句财神到家 今年我们一起发发发 警察同志,是他们企图霸占我们的房子 居然还有脸报警 他们完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蛮不讲理,倒打一耙 这里是我们的家,他们在这住了八年 我们夫妻俩精心照料了他们八年 今天他们却突然让我们两口子搬走 说是要把房子给他儿子结婚用 您说说,这能说得过去吗 我倒要问问你们二位,究竟是头脑不清醒了 还是妄图以老卖老耍威风 看来是我们夫妻对你们太过仁慈 以至于你们竟敢妄图强占居所,反客为主 你们的这种行为完全就是明目张胆的强盗行径 俗话说,人不可宠得过分,狗不可喂得太饱 否则就会得拢妄署,无法无天 你们居然还有胆量报警 究竟是从哪儿来的这份胆量 实在是不知廉耻,蛮横霸道,太丢人现眼了 赶紧离开,永远别再回来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瞧见你们 你给我闭嘴 瞧瞧,你这是在跟我父母怎么说话 说谁不是人,谁像狗,谁不知秀 是你不知秀,你们全家都不知秀 哪能像你这样骂人 要不是警察在这儿,我早就把你打得屁滚尿流 你要是再敢这般嚣张跋扈 我绝对不会轻饶了你这狂妄之辈 小舅子,你算个什么东西 别跟条疯狗似的在这儿乱吼乱叫 就算你说的口沫横飞,天花乱坠 我也绝不可能把这套房子让给你结婚用 就你这样的就该一辈子打光棍 住口,你这女婿 赶紧闭上你那张不屑的嘴 怎么能说你小舅子像疯狗一样胡言乱语 还诅咒他一辈子打光棍 你的心思也太歹毒了 我们在这儿已经住了八年 你有什么权利把我们赶走 为什么就不能把房子留给你小舅子结婚用 别说我让你们在我家住了八年 就算让你们在这儿住到老 这套房子跟你们也没有半毛钱关系 当初是你们两位老人家低声下气 死皮了脸非要住到我家来 说是老家的房子密封性差 冬天太冷 想到我家过冬 等开春天暖了就回去 没想到请神容易送神难 你们在我家一住就是八年 每天大吃大喝 顿顿有肉 餐餐有酒 偶尔还去酒吧逍遥 你们俩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坦 谁知道你们越来越过分 我妈因为想念我 过来住几天 你们居然瞒着我当天 就把我妈赶走 哪有你们这样做人做事的 要不是看在我老婆的面子上 我早就把你们撵走了 你别在我们面前这般杂杂乎乎的 难道这房子就你一个人说了算 这四十两厅的房子 就算你妈来了也没地方住 我一看到你妈那一身破破烂烂 脏兮兮 臭烘烘的样子就觉得恶心 把你妈赶走那是正确的 以后她永远都别来 瞧瞧你那嚣张的样子 居然能说出这种无法无天的话 我在女儿家住难道不行吗 我们不过才住了八年 你就这么不耐烦 你真是个不孝的坏女婿 在你家吃点东西怎么了 谁让你家条件好 做的饭菜又那么美味 难道我们还不能敞开肚皮吃吗 我们在你家都吃出毛病了 瞧瞧我现在这模样 身高一米五 体重一百九 我都还没跟你算账 你倒对我们唠叨起来了 哪有你这样当女婿的 常言到一个女婿半个儿 就应该像孝敬自己父母一样 孝敬我们 女婿 你老丈人说的对 既然我女儿已与你结为夫妻 你也算是我们家的半个儿子 如此说来 你和你小舅子虽说并非一母同胞 却也应当情同手足 难道不是这样吗 如今你兄弟要成婚 难道你不该把这房子让给他 你难道忍心看着你兄弟 因为房子的问题而娶不到媳妇 让你们腾出这套房子 为何就不行 哼 你这老妖婆怎还有颜面 说出这番话 从前老是念叨 嫁出去的女儿 如同泼出去的水 说我们是外人 现今却又提及一个女婿半个儿 人的嘴巴两张皮 怎么说都让你占领 哪有你这样坑害女儿女婿的 赶紧走开 我不想听你们啰嗦 这是我姐姐的家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离开 况且我父母在这都住了八年 对他们而言 这套房子早就归我们所有了 该离开的是你 绝对不是我们 你要是再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肯定要收拾你一顿 干你老实点 别以为有警察在 我就不敢动手 请各位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保持冷静 且不可让矛盾进一步计划 既然诸位是一家人 哪会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好好沟通交流就行 倘若有人肆意妄为 我们会立即将其带走 关进拘留所 到那时他自然就会安分守己 警察同志 您别见怪 我儿子年少冲动 不太会说话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这都得怪我这不省心的女婿 要是她能听从我们的安排 把房子腾出来给小舅子结婚 我们也不至于闹到报警的地步 女儿 你怎么一直不吭声 像跟电线干事的傻站在那干嘛 你倒是帮着咱们说说话呀 一定要把房子给你弟弟留住 不然你弟弟结婚的事就泡汤了 咱们可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你不帮他 还有谁能帮呢 妈 我已经忍耐很久了 您到底想让我说什么 这套房子归谁所有 难道您和爸心里不清楚吗 您和我爸在这住了八年 您女婿和我从来没有表示不让住 而且每天都尽心尽力地招待 您看你们吃的穿的 用的都是最好的 就是为了好好孝顺您二位 让你们开心 没想到后来 你们却越来越过分 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您说跟您年龄相仿的人 他们都有退休金 而你们没有 也没有零花钱 要我们每个月给五千块生活费 我们不也答应了吗 之后您又说我弟弟年纪不小了 该交女朋友了 先给他买一辆三十万的车 让他风光一下 交女朋友也能容易些 尽管我和我老公十分为难 纠结不已 但在你们的一再逼迫之下 我们还是按照你们的要求 依照你们的标准 花三十万 给我弟弟买了一辆车 谁能想到 没过几天 他就因为酒驾撞了人 新车报废不说 自己还因此坐了几年牢 并且赔偿受害者家属八十万 这些钱 不都是你女婿出的吗 我弟弟这才出于没几天 你们又开始闹腾了 就不怕再次 把自己弄进橘子里去吃牢饭吗 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你竟是如此大逆不道 将我们还有你弟弟说得如此不堪 要知道 我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 他是你的亲弟弟 你怎能这般诋毁我们 我们在你家赖着住了八年 生活上的确未曾受过半点委屈 每月还有五千块钱的零花钱 难道这些不是你们应当做的吗 有什么可埋怨的 给你弟弟买辆车不过三十万 你就絮絮叨叨的没完 你怎如此小气抠嗖 新车被你弟弟开报废 确实令人惋惜 但是已至此 再说这些又能怎样 不就是赔偿和受害者家属八十万吗 等我们有钱了 肯定会还给你的 我们也是有尊严的 你何必总是揪着此事不放 你弟弟还因为这场车祸进去蹲了几年 你怎么就不懂得心疼呢 宁可把我给气坏了 咱们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 您居然指责我们小气 弟弟遭遇车祸 还蹲了几年大牢 这难道能怪我 看来我老公说的没错 你们心里就只有我弟弟 而我们则成了你们敛财的工具 别以为我不知道 每月给你们的五千块 你们全都一股脑的给了我弟弟 他整天在家收着钱到处瞎晃悠 无所事事 吃喝玩乐 打牌唱歌 尽干些不三不四的事 他就是个没出息的拙 像寄生虫一样靠别人养活 你女婿把你们撵出去 那是理所当然的 要不然我们家的所有财产 迟早都会被你们搜刮一空 你赶紧给我住嘴 你这忤逆不孝的女儿 竟然帮着外人把自家亲人 骂得如此凄惨 怎就养出了你这么个没心肝的 难道你就不怕背负不孝的骂名 到时候你还有什么脸见人 现在我什么都不怕 他单上骂名的是你们 而不是我 你们这群人一味的贪得无厌 欲喝难甜 还总是声称咱们是一家人 既然如此 你们为何要这般坑害我们 难道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吗 你这忤逆之女 我原本指望你能帮扶我们 没想到你竟然和我们对着干 难道你真要与全家人为敌不成 我们养育了你二十多年 真是白白付出了 早知道你是这样 当初就应该把你扔到荒山里 让野兽处置 反了反了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真没想到您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 把我们全家说的不像样子 还说我是扶不起的阿斗 将我贬得一无是处 哪有您这样贬低自家弟弟的 不就是你们给我买了辆三十万的车 又把我赔了人家八十万吗 有什么大不了的 至于这样吗 你赶紧住嘴 别再如此胡言乱语 疯疯癫癫了 不清楚状况的人 恐怕还以为你发了疯病呢 这般说你都算是给你留了几分颜面 去年你母亲突发脑梗 你父亲骤然心脏病发作 若不是我们慷慨解囊 及时掏钱救治 前前后后耗费了整整四十万 他们如今能安然无恙地站在这 若没有我们 恐怕他们早就魂归西天了 求求你们多做点善举 积累点应得吧 否则迟早会遭受惩处 早早地被老天爷收了去 好啊 你这个没良心的女婿 竟敢诅咒我们 还盼着老天爷把我们带走 你的心思怎如此恶毒 我们生了重病 身为女婿 难道你不该拿钱救助我们吗 见死不救的话 你还能算个人吗 我和你岳父住院 不过花了你四十万 你却老是把钱挂在嘴边 丝毫没把我们放在心上 为人处事终归是要讲点良知的 我若没有把你们放在心上 会毫不犹豫地拿出这么多钱 给你们治病 恐怕早就对你们不闻不问 冷眼旁观了 要不是我出钱救你们 你哪还有在这里 跟我强词夺理的机会 你们能够活下来 就应当心怀感恩 知足常乐 别再肆意折腾 惹是生非了行不响 哎呀呀 你这可恶的女婿说的 全是诅咒我们的话 真是把我气坏了 老头子 为了咱们儿子 咱们坚决不能让步 一定要把这套房子夺过来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否则我就活不下去了 老婆子 你放宽心 为了儿子 我什么都愿意做 咱们别顾虑那么多了 不管这套房子原本归谁 只要咱们迈着不走 那就是咱们的 实在不行 咱们就躺在地上装病讹人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把咱们怎么样 老头子 真没想到在这种结果眼上 你还能想出这么个绝妙的主意 到底还是你头脑灵活呀 我着实佩服得很 我觉得可行 那就按照你说的办 万万没想到 你们俩为了我家这房子 绞尽脑汁 费尽心机 居然跑到这里来碰瓷 你们简直是无耻之急 这明明是我的房子 房产证上写的也是我的名字 你们耍赖皮 根本毫无用处 我身为你们的亲生女儿 实在是忍无可忍 从未见过 像你们这般不知廉耻的父母 为了自己的儿子 不停地搜刮女儿家 如今竟然发展到 明火执杖强强的地步 还想躺在地上碰瓷讹诈 你们的这种恶劣行径 让我先弱死灰 绝望透顶 我决定与你们断绝关系 从此不再有任何往来 屏幕前的家人们 你们认为女儿女婿 赶走岳父岳母 做得对吗 你们又怎么看待 岳父岳母一家人的